听说你们想看许昕生涯最霸气一球,今天他来了 许昕打球灵动飘逸,光赏性极强,被球迷称为人民艺术家 许昕曾说过,打球不是为了拿多少冠军 包揽国际拼连五家球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像什么背后击球,转体满打,这些对许昕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许昕最霸气一球 从揭发开始疯狂对轰17榜,打得泥挖原地认了3秒 这个球出自2020年卡塔尔公开赛,难当八分之一决赛 许昕和丹宇孝希之间的较量 丹宇孝希的球风其实跟许昕有相似之处 他打球非常佛系,对胜利的欲望也很低 但球一定要打得漂亮 他也因此被外界称为泥挖老师 当两位打球观赏性十足的选手相遇时 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话不多说,一起进入比赛吧 还没有点赞的小伙伴们,赶紧帮忙点个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许昕的球迷看到这条视频 许昕和丹宇孝希虽然都是名将 不过在国际赛场交手的次数并不多 因此,这场比赛一上来 双方还处于试探阶段,失误比较多 尼娃这个简单的回球漏了后 直接趴在了球桌上 接着还当西跪地捡球 真不愧是喜剧人啊 开局慢热的许昕 连发球都直接下网了 当与孝希笑纳大礼后 终于将状态调动起来了 这个正手直线打得真是漂亮 轻松写意 许昕也不甘示弱 对拉中大角度得分 双方试探完毕后 比赛也变得精彩起来 对拉球一个接着一个 漂亮,像这种长台进攻 一旦说进入许昕的节奏 那么尼娃就毫无办法了 这个球的弹道 这个就是许昕他的特场 正所谓的时候会带着左侧旋 的旋转来去做进攻 所以球不止改变击球的角度 这个球尼娃直接上台强攻 连续中扣之下 许昕顶不住了 手局双方放开手脚后 比赛真是精彩绝伦 对拉中谁也挡不住谁 这一拍自胜拍还是利用走直线 而且非常有威力 重心往前加压 率先拿到局点的大满 并没有把握住机会 被追至12比12 此时全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球出现了 两位高手 当宇笑希发球 许昕正手直接抢攻 尼娃防守抽了一把直线后 跟许昕正手对拉了起来 两人从中路打到斜对角 又打回中路 展开了长台对轰 在对拉了整整17榜之后 尼娃顶不住了 许昕拿下这霸气的一分 不得不说 这个回合双方的对拉真是太精彩了 许昕从揭发开始 就不停用正手施压 但尼娃也不慌不乱 不过 许昕最后往中路的击球 尼娃莫名其妙的漏了 他自己也是站在原地 认了3秒左右 估计是在想 这个球怎么会没接到呢 许昕虽然凭借此球 再次拿到局点 但尼娃依然没有放弃 真的可以从他们的球迹当中来学习经验 这个球他的抢弓逼得大满 又想使出背后击球 可惜失误了 又是极致的攻防 尼娃这分丢得太可惜了 第四次拿到局点的许昕 没有再浪费 他以15比13艰难赢得第一局 来到第二局 许昕已经势不可挡了 所以对丹羽这种也是进攻型选手来说 不是一件好事情 想要选手位 结果可惜 想法是对的 就是对角线 侧身位对角线的对拉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丹羽的企图心 像这种对拉球 他真是越打越兴奋 很快大满取得4比1的领先 这个回合很好的体现了两人的球3 各种斗智斗勇 所以有的时候进的是很漂亮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他选择稍微有点太勉强 许昕连续的施压 尼娃老师有些顶不住了 这也是高难度的中人台反手 11比5 许昕再下一层 第三局 尼娃老师完全佛系起来了 像这种被动防守 如果是水谷笋的话 肯定会跟大满对拉起来的 胜负欲骤降的丹羽笑希 很快以1比7落后 此时的尼娃老师估计只想早点下方了 这球出台后 他也是无奈烫了口气 吹了吹头发 随着许昕正手打出一记旋转球 他以11比3再次轻松胜出 大比分3比0领先 召集下方的尼娃老师 第四局已经毫无斗志 场边的日本主帅昌导杨介 也露出无奈的表情 不过许昕自身的失误也开始增多 6比4领先后 秦志俭谨慎起见喊了暂停 暂停回来 大满一鼓作气 以11比8拿下 总比分4比0很少晋级 去跟着丹羽 他现在执行的战术 去跟着丹羽 现在来去跟着他走 哇 许昕 哇 哇 赛后 丹羽孝希跟许昕点头示意后 立马拿起毛巾离开赛场 不得不说 国际拼堂中 像他这么佛系的选手 真的不多了 好